还是这么双塔的一个首发 由周琪和对方的中锋卡拉龙来跳球 普罗地亚队的球权 对这两个大个上的篮板球应该保护的是不错的 王哲林更偏重于内线5号位 周琪是靠近外线 周琪现在是能里能外上 他主要三分这一点确实有把握 回来上一场两个三分 这球是没注意这个24秒的进攻时间 克罗地亚的内线 你看它是身高不太高但很硬 身体的力量不错 这克罗地亚应该是这次四杯 就是来的三个外国队的实力最强的 空位是马里内力 球吹了孙明辉的犯规 连续掩护 马里内力 这个三分队也没有突出 漂亮好足 他进来之后好球 这是孙明辉的特点 孙明辉还是要突出个人的进攻 是的 就是他的身体素质和他这个冲击力 在反击当中能冲起来 一般的这个外线后卫挡不住的 接救救头张手命中 这个三分球 这这克罗地亚打呢就会比较累 他从这个后场就开始黄 那些漂亮好球 打起来之后啊王哲林 利用身高的优势 再投再进 再投再进 就是要注意这个克罗地亚 就是一个人 克罗地亚的一个队员突破以后呢 一定在其他斜坊人的时候 注意自己人 因为他们很多机会呢 不是第一突就完成的 而突破以后 连续的分球 他们是很习惯这种 利用团队的配合 不断的传球去寻找机会 这刚才两季三分球 应该都是这个10号啊 前锋啊 辛纳克投中 辛纳克 这小跳舞步进来之后呢 这球是受到了克罗地亚的干扰 这球的鞋房回来也比较快 这篮板球保护不错 前场有人编曳房过来了 这球起来 强起 这球是想找篮板啊 但是球还是被周期请回来 刘志轩的三分 怎么样 漂亮 刘志轩的这个三分这个点呢 对红队是很关键 相当的稳定 开局咱们中国队两个后场打都不错 这球吹了一个非法的掩护 这次四杯整个就对这种移动掩护 抓的特别紧 咱们这场比赛吹的非常多 确实有一个移动 横向的移动的犯规 这是小个儿 小前锋给大前锋做一个定位的掩护 直接给推出去 交给迪远宇航的低位 往里吃 转 漂亮 这球是造成了犯规 应该是投篮的犯规 嗯 一开局那红队里边也是有意识的去给定安宇航制造一些机会 让他去感受一下找一招比赛感觉 是 毕竟在美国那段时间还是养伤 养伤为主 没有什么太多比赛 没错 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 就是打亚运会的时候啊 电安宇航的这个战术的地位和作用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没错 就是他的这个身高和能力在亚洲这级别比赛呢 那绝对是首屈一指 是 那关键是他自己怎么能够把他最好的状态给调动出来 两发一中 现在呢红队是你先两分 八四级这球啊 分球但是呢 对我没有结好 嗯 我才知道周期在分底线三分球怎么样 还有篮板长篮板 看个小心啊 差一点 运一步之后的吉庭投篮也没有 就是克拉蒂亚队这打法可能还是延续了他们之前的打法 好球啊 这球杀进来造成了投篮的犯规 真凶啊 嗯 克拉蒂亚呢就是 他这个打法这个体系呢就是一直是他们国家这个打球的方式 但只不过是这次来的人呢不是那个他们国家最强的一批人 对 等于是体系没变 但是在这个球员的个人的能力啊 包括完成能力上啊 对 差了一个档次 而且他呢之前有很多的球呢一个呢是通过内线 先打了内线那么再分出来 内外结合的这种球去寻找投篮机会 再有一个突进去再分出来 但今天呢中国队有两个大个在里面 他这个突呢突进去呢 包括攻击线确实比较困 那这样比赛打了不到五分钟时间呢 克罗蒂亚队已经是四次犯规了 出起来一个停顿啊 把这个防守球员呢给防起来 再起到这种犯规 因为刚才发完篮以后呢 红队是选择了一个全场去防守 但对方的进攻进入到前场以后 在找人上面是稍微慢了点 给了这个刚才上篮的21号是 博亚克 博亚克一个空位的突进去的机会 对 刚才我们还听到应该是李直老在那喊呢 再回来喊找人 找人 就是没对上人 是 我突然的全是紧逼 所以就是要随时做好这个攻破拳紧逼的准备 而且是一整场破 给他往上连转 又是造成的犯规 还是对上的犯规 确实是下手了 这个球呢 虽然不是投篮的犯规 但是克罗地亚的犯规次数已经到了 所以王哲林两次扒球 是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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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上一场打24分钟得了16分 仅次于周琪 是 好 现在是换下王哲林换上阿卜杜拉姆 就是阿卜杜打到4号位 让周琪打到5号位 看阿卜杜也是刚刚经历了NBA的历练了 没错 看效果怎么样 他回来以后打的昏山的四国赛明显信心不一样 过去以后见识了世界最高水平 当然最高水平的那批人其实没打 但是也是在总管军球队当中去感受了 没错 回来以后信心不一样 那段时间打的确实不错 这球吹了中国的犯规 吹了阿卜杜在空手防守的时候的一个犯规 不过这球传的 其实咱们说还是跟科罗地亚的个人球员能力有关系 因为刚才这球 其实那是完全可以直接投了 传了之后呢 其实没有犯规 这球也没造成任何的好的投篮的机会 球给周琪 周琪到开场到现在还没开始攻 周琪拿球全场是欢声雷动 分球三分球怎么样 看来周琪现在在红队里的这个人气还是最高的 对 刚才就如果你不看着这画面以为就进球了似的 对 全场一片躁动 这上一场打的确实好 是 几个球是非常的漂亮 这边又是防了一个失误 这个科罗地亚队呢 一看就是平时在一块打的少 是 是这个线凑起来这么一个队 没错 而且来的呢 年龄也不算太大 相对也比较年轻 你能知道也是面临了比较大的压力 带领着这个 应该是首次带领的一半国家队去参加这个亚运会 是 面对这种亚洲级别最高级别的比赛 改联防了 往这顶 然后撤的呢 撤的比较远啊 但是还是吹了又吹了阿卜杜的犯规 那这样阿卜杜等于上来之后啊 连续领了两次犯规啊 这就对后面的比赛有点被动 刚刚是第一节刚打一半的时间 阀球的呢是哥俄地亚的前锋卡拉隆 这有意思啊 这个阀球啊还得把这个短裤给撩起来 嗯 深圳天气比较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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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银行突进去了再分出来刘志轩怎么样 靠着人的上篮 上进之后 哥老家再反超了一分 哥罗地亚这边虽然不高 但是都很强壮 对抗能力都不错 这球又是运丢了 在抢球的时候吹了中国的抢球犯规 但是应该是中国队的犯规次数也到了 哥罗地亚队上罚球线 这比赛身体对抗还是很激烈 其实在打亚运会之前 碰上这种说特别愿意打全城紧逼的 或者说防守比较循环的球队 对咱们来说倒是好事 没错 本身这次比赛 红队算是后来去的 因为他押运会赛程调整 最早是有哈萨克斯坦还有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退赛了 退赛了组组会把这个比赛就后调了 那么红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比赛 红队通过打一打四散 会不会保持一下状态 还是很有必要 进攻配合被抛害了以后 看孙明慧个人心中 之前变性之后这球还剩两秒的时候分底脚 是在看孙明慧这球又抢回来 但刚才以为他空中是直接抛头了 打的还是有点客气 再分出来 再给回来 这是勇士 这是库里的打把 是 库里特别喜欢打这种球 特别喜欢 出去去不管是给中锋还是给谁 绕着都一圈出来 你脚就是一个 这球真是意趣同工之妙 左手强抛 没有 这球吹了克罗地亚 抢来把他犯规 刚才咱们也说到了 这次比赛裁判这种空手的 无球的犯规抓得非常紧 是 有很多这样的犯规 确实这都趴在刘志轩身上 我们看这是刚才这球 这个球应该是到目前为止 中国队战术打起的最明确 最干净利落的一个配合 而且这种球是很难防 一般反应不过来 第一次防完了 他没上篮传出去的起跳落地以后的球呢 很难反过来接着防 没错 你注意力就都被这球就吸引到这个外线上 两滑全中之后 小丁一截没打完啊 他得分已经是超过了上一场比赛了 对 明显通过上一场的适应以后呢 这一场的状态变得更好 上赵锐上方硕 确实啊 像您说的 这裁判是吹的是够严的啊 很严 所以这比赛呢会连续性没那么好 嗯 这球是又吹在阿卜杜身上吗 那就三次了啊 对 三次就这就得下去休息了 是 今天这个四号位上 就有点麻烦 由那科威奇 上了于长洞 执行飞吧的比赛规则 一个人只有五次犯规 是 上了于长洞 于长洞现在赵锐是在后卫线 看看小丁能不能跟周琪打一个配合啊 现在是球球吹啊 对 只要进去 只要碰一下就吹 只要碰就有事儿啊 也行 咱们刚才不是说我们热身赛 可能对方防的严点好 那这裁判吹的严点啊 也是不是坏事 对吧 下周期 再把王正林再换回来 你特别是马上要去打这个周际比赛 压运会 一般这种国际的比赛呢 比国内联赛都会吹的紧一点事儿啊 所以这也是一好事儿 来说 边宇航今天状态不错 应该都上双了 算一下 罚球呢上六次 罚中了 看看这球如果罚中 能就是中了五个球啊 刚才呢 刚才呢还有一个三分 小猫吹了 抢得蛮伪力 嗯 重罚 再罚一次 提前进线了 咱们员还要跟应酬员去沟通一下 再讲一下 这是一高级动作 从篮框是这种可以打的 对 NBA不行 这国际联赛可以 这把规则是可以的 这是个机会了 但是呢 把握不住 就是完成这一下呢 它还是差点一 是 哇 这球加速非常快 真快啊 给方硕 漂亮啊 非常好的一个反击 赵锐长途奔袭 最后给方硕完成三分 而且还真是一个大空位的三分队 但这球防守时候就漏了 对 防守的沟通上出现问题 而且后线也没人协防 对 我觉得这球还打在 和尼亚队员身上 还是协价球 检场气氛不错 真是不错 今天还是下午 也不是周末 对啊 看球的观众还非常多 都给从红队来加油 这球啊 还看了一眼 这一个假传的动作 就并没有犯规 好像在加速 节奏上的变化 机会不好 那么没有配合了 要自己来 这是一个小打大 奔 吹了 进攻反规 那这进攻反规 是吹在王哲林身上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有进攻反规 这王哲林自己也是没明白 对 我们也感觉很费解 这当时哨想了都懵了 这什么 当时不知道这是吹在哪 所以这个比赛的哨是吹的特别紧 很多都莫名其妙 是 这个小炮头 头进 虽然说中国队只领先一分 但是从场面上来看 军队还真是略占着主动 是 拖 自投自想 再来 漂亮 余长仲这球在篮下打了强硬 第一节的最后一攻 看科罗利亚怎么处理 又是余长仲断下来 漂亮 还有三秒钟 给过来 要出手了 怎么样 差一点 差一点 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 红队目前是22比19 赵太龙交给王哲林 再分球 怎么样 现在中国队就是第二套阵容 赵太龙 赵瑞 方硕在外线 还有余长栋 和王哲林在内线 这场比赛 争胜肯定是希望去争胜的 但是还是要给更多队员的上场去锻炼的机会 保持一下状态 刚才这个球由酷为奇 不但是头重 还造成了犯规 我们看一下王哲林 这球是点到了肘子上了 正好是在裁判的面前 看的也比较细致 再上董汉林 王哲林的犯规 应该也是有两次了 对 至少两次 那么这套阵容我觉得进攻还是以外线为主 两名内线机动能力不错 更多的去掩护 去保证篮板球 拖手上 拖 后掌有 没有任何判法 就是只是一个出界 对 从场面上看 红队和和家队 真是像您赛前预判的这样 就是不分不重 所以这套小阵容呢 小阵容就是还要更多打外线 发挥这外线这三个人的攻击的能力 是 因为从前面的这些比赛 因为这两个队虽然没碰过 但都亮相了 但是科罗尼亚还是有一定战斗力 对啊 我不解的地儿就是 就是同样他们的参照我 图尼斯队 红队赢了是赢了5分 这科罗尼亚就狂胜30多分 这个是有什么队位上的原因吗 他主要是 这个图尼斯队的特点 在之前呢 中国红队不了解 算是遭遇战 没想到 这个图尼斯队是一个投篮型的球队 一般认为 非洲球队更多的是身体素质比较好 篮板球比较好 对抗强 是这么一个特点 但是图尼斯队一上来 打得跟韩国队似的 全是投篮 打得这个有点被动 赢下来也算有点误险 但是科罗尼亚呢 对这个图尼斯的特点 是完全掌握 一上来就掐你外线 打得整个整场比赛 图尼斯是 上面上三分球13中0 这么一个状态 就等于咱们红队 给科罗尼亚队当球探了 当球探了 撤回来的三分球 漂亮啊 你看都是三分进 但这个三分就能把观众 从雨当上拉下来 没错 这球精彩啊 他这么是个三分 是 快点把对方给防倒了 夹击再出来 再分球 这球机会也是倒出来了 其实对防守们 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后线的两个人 到底谁上 两个人都上了 两个人扑一个人了 对 把底脚漏了 应该是在提前有一个呼应 一个勾锋 又一个 这段时间三分雨下上了 连进三个三分 第二节开局 是 这是余长洞的三分 赵瑞两个余长洞一个 那这样呢 科罗尼亚队啊 被迫叫不再平衡 今天 我们红队这边 东方不亮西方亮 是 因为上一场打图尼斯呢 两个内线 打得非常好 科罗尼亚也是有针对性的布置 但今天呢 外线又投开 这是一个 让科罗尼亚很难防的一个事 没错 感觉周期到目前为止啊 没怎么攻怎么掉 上场打的确实太好 那么科罗尼亚肯定对他进行研究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赛回来 这边这个小阵容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是 回来之后又是一个强断 而且这套小阵容打的速度非常快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在这种即将出场大赛之前呢 又吹了非法掩护了 你就在这界思维啊 你掩护就千万别动 站那儿原地 没错 千万别做任何附加动作 只要你一移动就吹 吹了董汉林 就是有升级接触啊 一个犯规 目前现在科罗地亚的也是他们的二阵 这球还是给的挺轻巧的啊 完成一个二加一 又是这个游库围棋啊 这是游库围棋这节的第二个二加一了 你看这欧洲球队比赛呢 嗯 它这个传球的意识都是放在第一个 是 它这个不会有更多的耽误球 我一个人持球很长时间 单干硬上 没有啊 打得很巧 没错 通过传球啊去寻找空当 所以说这就是世界比赛 为什么它跟NBA不一样 它也是有它的独特的魅力啊 就是它各个不同球风的球队 碰在一起 对吧 有的是靠个人能力 有的靠速度 有的靠身体 有的呢就靠这个团队的配合 改善篮球运动它不同的 互原性 没错 这个跟NBA不一样 NBA你看这球队风格再多 但它呢大风格是一样 这三十个队的大风格是一样 国际比赛就完全不同了 欧洲它其实它里面也分很多的派系流派 对 又是游库围棋 游库围棋这第二节单节啊 自己抱走了 确实啊就看着这个 虽然说现在科罗地亚队啊是落后着 因为咱们那边连进了几个三分球 但是它这边的配合慢慢的也是感觉到在渐重家境啊 您觉得就是咱们红队在亚运会遇到的对手啊 跟这支科罗地亚队要是做一个横向的比较 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我觉得像这样级别的身体对抗啊 在这个亚运会当中呢 除了伊朗啊西亚这种球队 其他的不多 不多见 基本上还都是小快零的打法 所以这场比赛呢 你说只能是保持状态 你说要是完全参考去当哪个球队的模板 那倒确实没有 确实没有哈 而且在从传球上您刚才也讲到 欧洲球队都比较整体的强调这个传球啊 可能像亚运会咱们的对手里 可能也是不像这支科罗地亚队这样啊 就是每个球啊能够传 能够给队友知道的机会 我就不单干就不硬上 可能风格也不一样啊 那咱们中国红队啊 这个因为我呢也是真是跟您探讨啊 就是亚运会 您觉得中国红队如果说要想夺冠啊 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或者说最大的敌人应该是谁 目前看还是韩国 因为韩国来的人还是比较齐的 日本现在其实已经在崛起了 但他那几个比较好的巴村磊啊 杜边熊泰这几人都不去 这几人不去呢 他们的这个阵容我觉得还不具备 对中国构成什么威胁 菲律宾呢 第一批球员 他有几个也是受到停赛影响 他也没去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对手 第一是韩国 第二个可能还是伊朗 韩国和伊朗 韩国就是小快零和三分九 伊朗呢就是身体可能对抗很强一点 韩国就是十一赛这一批队员都去 而且他那个规划的 那个黑人内线 他也会去 所以他人比较齐 菲律回来之后啊 布拉第亚队造了个抢断 再给回来 这就想扣 想扣 没扣进去 哎 其实刚才这个优酷围棋啊 如果是选择一个稳妥的方式上篮啊 这个人单捷上双啊 现在呢红队把周期换回来 周期地安宇航都回来了啊 刚才那个小阵容那段时间过度应该说不错 是非常好 取得了一定几分的领先 给了周期 晃开了 再进来造成了可罗迪亚队的犯规 你看现在周期的人气 要拿球啊 还什么都没干呢 是 就全场欢呼 这些晃得也漂亮啊 吐吉兰 漂亮 又是周明慧 周明慧的冲击力啊 非常不错 这边的扩兰王 弹跳也好 是 被打 往开 也别说于长栋这时候房子真是好 在被换下场之前 于长栋是不怕对抗的 再换回双塔 等于是双塔是打开局和第二节的后半段 还是比较主要的时间 你难知知道还是想多的去考察一下双塔的使用效果 看王周霖 注意时间 这球啊真是防下来之后也 直接形成了上篮的机会了 这点球呢就是应该向欧洲的去学习啊 没有这么多的个人吃球 而是不断的去转移 把这个空间去拉开 您在这不断的运球呢 对方的协防已经全注意你这块了 对 也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这是一次阻挡的犯规 看看犯规次数到没到啊 还没到 想起造成了犯规啊 这球是险些打成二加一 看看电影行就突进来分 这球是直接打在头上了 黄哲林的整个的技术环节里可能罚球啊是对于他来说相对比较弱的一块 对 如果能把罚球命率再稳定一下 特别作为这种内线的强打型的中锋 那 得分的手段就更丰富了 是 科罗加带换上博亚克 换下比利诺瓦克 嗯 握手了 握手就钻下来 这球也没拿住啊 这应该是中国队的庙场球了 对 match 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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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交给迪安玉航 行程单打之后 墙头纷纷 漂亮 个人能力的体现 这也是酷里式的 今天俩个酷里式的 第一节迪安玉航得了9分 现在12分了 咱们就还上了 再还一个 看看紧逼 这球破紧逼 险些失误 最后还是吹了克罗地亚队球员 是给了谁 对克罗地亚的10号 这个新纳克 不过刚才这次破紧逼 是有点悬 从紧逼这一点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锻炼价值 有时候韩国阶段性的 也会给中国变一变全场紧逼 是 看看迪安玉航 三分球再进 迪安玉航今天爆发呀 把自己上一场那些投丢的球 这场都投回来了 三分球已经是5分3中了 对 上一场是周琪 这场迪安玉航 这是红队的锻炼骨 最希望看到的 没错 内外全活 王立卫 这球啊 神圈球 我这球太深了 王立卫说 来 我掉一身的吧 直接掉进了 啊 哈哈 这家动作也太逼真了 不许苏明慧自己打完比赛也得乐 是 你看看啊 嗯 哎 约近了 阿龙 马力 百龙 万里 西京 去 嗯 博伦地亚队的两发全种之后呢 弘队叫过暂停 目前的分差是4分 镜头里看到我们这老朋友 李克尔知道 之前早在我们这儿说求 李克尔知道前两天碰上了 然后上礼拜晚跟我说 赵巨伟是大战的之前受伤 他当时捏把汗就说 这个位置谁来顶 因为赵巨伟确实在外线里 也是很关键的一员 也是为球队的捏把汗 谁来顶这个位置 但是咱们从现在的阵容来看 还好 外线咱们人还是还够用 包括孙明辉 方硕 以及田宇翔 田宇翔最后临危受命 进了这个球队 这两场比赛 发挥的还是不错 首先他们整个夏天都是在一块练的 对球队的打法情况都比较熟悉 而且关键是调整自己心理 个人能力还是不错的 也为赵巨伟感到可惜 整个夏天练得非常好 他就也憋着打这个大赛 但是这个确实伤病 这个没有办法 乱军之中抢回来 这个周期胸膀真长啊 是 这个感觉没怎么办 要这个球就给捞回来了 像周琦在NBA待了这一年 他对国际篮连的规则 尤其是刚才咱们说到 就是篮筐上方的干扰球这个问题 他是不是也应该打 亚运会的时候也要刻意的提醒一下自己 有些球能去给它干扰掉就给它干扰掉 因为它欧洲的联赛好多也执行 它都是非道的规则 这还是能占挺多便宜的 是 尤其是咱们这种大个儿 在这互筐的时候 像欧洲的那些大个儿都特别喜欢打这种球 周琦打这个是完全没问题 比如说这是在竞工端其实也有点调整 就是你看在NBA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球 你往上轻轻一拖 因为你知道只要防守方位一碰 他就是干扰球了 但是你打亚运会比赛 非道的规则是 你轻轻拖这球要盖下去 就是好帽了 也是需要攻防两端都要去调整一下 这我觉得对周琦应该问题不大 因为它还是在这个大环境成长起来的 它去NBA的时间的毕竟还是少 你包括原来的打这个亚洲的亚青赛啊 从青南队开始亚青赛什么这些比赛打的都非常多 还是更熟这个FIPA的 这个应该还是更熟 那边毕竟还是第一年 这个 再回来适应应该更快 球交进去给王大连一对一夹击来了 然后你转移 杀起来之后啊 小跳步啊 孙敬辉这个冲击能力啊 真的是 一小跳步 这场孙敬辉这至少是第三次 杀到内线 直接单挑对方的中锋 有点小刚号的意思 啊 孙敬辉呢 还是要按照他自己的这个方式 去打球他还是主要偏进攻一点 嗯 赵基伟是更多的是组织 他还是发挥自己特点 这孙敬辉就一定像您说的 他敢跳啊 他这跳的弹跳能力好 爆发力强 所以他进去之后啊 他不触 这还有这个信心在呢 那当时就打韩国 那上半场给韩国突懵了 反击啊 半场的突破 是 说这哪来了这么一位 后卫这么能跳 出进以后面对大个 比大个跳还够 对 以前韩国可能也不认识 应该没见 对 这边吹了科罗迪亚队的主帅 韩祖洛维奇的技术犯规 是吹的主帅还是助理教练 今天这个裁判呢 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 整个的两边的判法都判得很严 没错 特别是无求空手的 这个裁判不怕严不怕松 就怕这两边不统一 出分 好球啊 2加1 这球啊也是船子漂亮 葛德亚他们就是会主动的去找队友 你不管是在任何时候自己突破啊 个人进攻啊 他时刻在观察自己其他队友在什么位置 没错 去主动传球 有些呢 这个有些国家打球 他就是我攻不了了 我在空桌掉了不行了 我再找 没错 而不是主动的 这个队友有些受伤啊 欢迎田玉祥 田玉祥应该是最后一个回合去攻一下 再放一次 孙明辉因为也是三次犯规保护起来 换上董汉林换下王哲林 进攻时间是17秒 现在时间是12秒 六分要落位 上来轻轻掩护 尤其给若彻前锋有一个档连续突破 出去来之后啊 有一个小折叠 还给对方留了不到5秒钟 墙头没有 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 中国红队是45比43 目前领先这2分 这边下面上上来之后啊 克罗地亚就命中一胡顶三分牛 反超了直接 反超了几分 看这边红队进了8个 克罗地亚进5个 大成犯规 别说了 克罗地亚的内线还是挺硬的 几次啊 王哲林 包括周琪 尝试背队男人去往里打也不太容易 看看丁亚玉皇 小了点 想回来 这球往回给的时候啊 被抄劫了 摔倒前 是 摔倒前 没走步 把球传上去了 还挺激进的 漂亮 接着一大帽 再来连续两个帽 这是尤库围棋啊 想挑战周琪就不信邪 是 你不是高吗 我就从你头顶上筹 别管你看看就这结果 是在NBA啊 下一联赛 一场比赛也得盖好几个 就是啊 黑眼球员都过不去 你这尤库围棋想过去也不太容易 是 而且他这没有任何假动作 我就是对着你正着头啊 是 就是纯挑战 纯挑战 比高 你比高你确实比不过周琪 必然也比不了啊 嗯 啊这两个盖帽刚才数据同学啊 显示这是本场啊 唯一的俩盖帽啊 小伟员这意思呢 刚才周琪把球第二次盖到地上反弹 反弹到篮框上嘛 嗯 算是回14秒 回14秒 哎 又是上队又是上队 这个作为球员啊 您比如说从运动员的角度来说啊 比如在比赛里突然发现这个哨啊 特别紧 那会不会影响在防守跟这个 对吧 你防守 哎 这是一个一个帽吗 被干扰了一个 他抢回来这场比赛这对抗啊真是 哎 这还推了一把 裁判员的暂停时间 接着您刚才那话题说 就会放开不了手脚 因为它推得比较紧 有的时候跟你平时习惯的对抗不一样 有些动作你就不敢做 这种情况下运动员在场上 防手蹲也没什么办法 没法调整 就只能是手移动提前 手交代更清楚 不要有更多手上的动作 像那种平时在比赛中比较喜欢去打下手球 你可能这区度比较减少 别下手了 别下手了 已经下手被裁判就抓着了 杀起来之后二加一 王哲林 王哲林是面对对方两个内线出现的 封盖 还是把球上进 这什么投篮动作 还是想不断的挑战中国这俩大事 是 这球传的大了 传太大了 前冲速速度太快 你在里面这老孩在鼓励 今天宇航也笑了 带一加长杆我也做不到一球 两个队的目前位置失误都是各有九字 你来这老孩比较火 能够感觉到克罗迪亚队可能也是现在 已经熟悉了这个裁判的吹拔尺度了 就是非常主动的去找这个身体对抗身体接触 我刚才突破的时候是回手给了孙明辉一下 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一个算是无异的动作 你这么附加的 最好打着孙明辉的脸去了 好 太快了 脚的也不好 图底线造成了迪远宇航的犯规 中国队厦门长开局 这个犯规次数累积得够快 这个特地亚队确实打得强硬 你看一个个的身板 壮实 11号比利诺瓦克 特别瓷实 是 欧洲级别的对抗 老板这段时间两队的命运力都不高 就看谁能先突破 交给跟进的周琪 好球 孙明辉分得还比较激进 周琪在火箭队打完了 火箭队这种速度 它是很习惯充起来的 首先充起来把这种转换的节奏打得特别快 而且周琪本来就不是站庄型的大个 它一定能跟上 所以小时候后卫只要凸钱以后 像回看大个肯定是身后跟在后面 没错 再回来不停的体前变相 这球又是吹了犯规 今天尺度确实可以 这次比赛之间开裁判员会议的时候肯定都强调了 往紧了吹 往紧了吹 往赵泰龙 赵泰龙在整个夏天的状态也不错 但这两场比赛呢 亦然知道更多还是想看看滇宇航的状态 让滇宇航打的时间更多一点 这球是赵瑞强突 又是犯规之后又追加了一个技术犯规 给了赵瑞一个技术犯规 赵瑞去找裁判去说了 我们看一下 杀起来 赵瑞是想表达什么呢 因为已经给了犯规了 说对方方向东西太大 听见李志导在这说了 赵瑞不要说了 别再说了 今天裁判他判的就是紧 你再说只有持继续犯规 可能赵瑞的意思是刚才对方是一个算是委体的犯规 然后裁判没给普通的 然后裁判没给普通的 对 对 你看赵瑞头上是红了一块 你看刚才被拍了一会儿 球不撒广 这比赛他没回放 你要是有回放的比赛 你看看回看 裁判就知道怎么回事 这什么动作都是被周旗的干扰之下严重的变形 赵瑞再来 这球又是造成了对方巴斯奇的犯规 而且科罗加的犯规数也到了 赵瑞再上滑球线 痴瑞再上滑球线 走 好 冲锁 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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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应该是有左部 裁判也没判 对 陈明辉从前场这片房 还是不断的利用掌拆 照亮周琪干扰带给一大帽 周琪这一截四个大帽 强姐又是赵瑞 赵瑞这段时间感觉是被对方激起了血性 赵瑞打球就是比较有激情的动作 没错 对的 不怕对抗 主动去寻找对抗 一个球队当中的里南日早之前也谈到过 需要有这样的球员去 在这个球队当中去激发其他人 周琪今天把这个看家本领 刚才那其实没算是吧 刚才那两次后一次算了一开帽 但是他前一次可能算是因为对方是一个往里喂 他不是投篮 算是一个断球似的 对 就跟那个排球篮网似的 拍下去 回到田玉祥 田玉祥也来自本京四中 后来加入八一队 这八一队一直也是在打球 我觉得亚运会当中还是会有机会 因为亚运会其实还是就那么几场球 很多的比赛有一些比赛吧 还没那么强 我估计有一段时间就能把比分拉开 所以每个人都会有机会去上场比赛 对 两个队的犯规制度都到了四次 所以说任何的犯规都是送滑球线 阿卜杀栏目再次被换回来 上幕场是上了之后 连续领了三个犯规就没怎么打 看看下面场 这球不能碰了 这球不能碰了 最后还是失误 起跳了以后没投出去 再碰球就两次了 中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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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准 分中路直接一勾 卡起来 看看也没给犯规 给了牵上球 这些比分够低的 打到现在是9比6 45 sea53结束的 换下了孙明灰 看看方硕 急停的跳投 第三阶比赛 哎这边被推倒了 没事 没事 大空的机会 地板球 这球啊 看差不多差起来好球啊 他突的时候有一个假动作 假船真上着这个动作 阿布杜呢 这球上进之后啊 冬国者现在还是56比49 目前领天着7分啊 但刚才我知道说了 这下半场比分是比较低啊 主要是是不是因为裁判这个尺度可能是有点严 把这个比赛贴得很碎 对 这个好像没有几个回合是完整的啊 几乎每回合都有犯规 再有一个呢 这一节呢 都在强调防守 都在拼防守 身体对方非常激烈 都在拼防守 没有什么太多好的机会 嗯 到了第三节呢 体能也属于一个下降的这么一个状态 可能到了一个瓶颈期了啊 瓶颈期 那您觉得之后这一节半的时间里 中国红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更多的下功课 我觉得还是顶住吧 就现在在这么胶着的时候 还是把这个这一段时间顶过去啊 顶过去我们发挥上面上比较好的一些地方 你包括现在比较好的有阶段性的 一些外线三分 包括内线的一些跟进 因为现在看在内线去强打啊 比较困难啊 还是在移动当中去寻找一些机会 嗯 通过这场 包括上一场红队 这个图尼斯的比赛啊 您觉得中国红队双塔啊 现在打这个首发段 打这个等于上面场的末段 应该是不出意外 打这个第三节的开始 和第四节的收关段 效果怎么样 效果还可以 效果这段时间看呢 还可以 第一个能保证篮板球 第二个呢 是给对方的进攻 造成一顿顿的危险 对方讲攻进去很困难 是 李南知道 双塔先上来打 然后呢 再拆分开 对 拆分开 有时候上王哲林 这段上王哲林 有时候周琦再配上 阿布杜的篮板球 这球分的啊 其实刚才阿布啊 往里切的时候有个机会能分 没看见 在这里 还以后 地球分的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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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出来 不停的突分 还是个人的反正能力查的 原来跟这种欧洲队打 蓝板球比较吃亏的 但是中央队有这俩大个呢 蓝板球保护还不是漂亮 这时候分啊 好球 不看人传球 一个人吸引两个人的防守 阿卜就是属于这种 他比较会利用空手的移动去提到的机会 他这个身体也不强壮 跑向能力也不是特别突出 他就是会比较会角控 是 看这边呢被对方切了一个 今天啊 科罗地亚这个辛大克效率非常高 四头全中 三分球张手就有 赵瑞今天这三分啊第三个了 赵瑞第三个 第二阶有两个 对 连续之间这俩连续进的 三分四中三 也是拿到了14分了 三分球王哲林的啊 就是比你高一阶 对 而且对方这三分回应是没回应上 嗯 再看反击 转移 怎么样 赵瑞慢走 王哲林硬上 左手 漂亮 好球 这段时间呢 红队已经把分叉呀 拉开到了12分了 还是要更多的利用防守反击当中去寻找机会 是 其实对方在半场的防守这硬度啊还是不错啊 你想去找好机会挺困难的 转身来之后正好转到防守球员的正面啊 对 防守选位啊很聪明 非常好 对 看看怎么样 对 再来一个这球没去上 嗯 还是没有 可罗迪亚队这段时间是外线没篮 防守这边给了赵瑞去控制一下节奏 机会 可惜了 现在是换下王哲林换上电影旁 和俄罗迪亚队这边 上五个五上五驾 嗯 这换人挺有意思的 嗯 可能克罗迪亚队打这个这次四杯 他们的这主导思想也是考察球员吧 对 因为他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 他就是也是世界杯双手期 但世界杯双手期呢也不是这批人去打 对啊 没有打赛要打 就是考察球员 考察球员能够在这里面发现 在他们那套NBA阵容回来以后 啊 谁有那么一两个两三个 能带着去打CV创造期的 这可能 茶学不漏的 茶学不漏的 这也就是最主要的目的 是 大小小小小小跳 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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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清 哎啊 小心 小心 这边改了一个连航 把滑油线交出来 来电眼宇航 后撤的投篮 漂亮 这真难 个人能力 完全是个人能力 看今天电眼宇航的表现身体没什么问题 能够在大赛之前把状态调整出来 非常的好 电眼宇航把时间压到最后 完成最后一功 等一个 少想了 给了进攻犯规 给了董汉林进攻犯规 这底下药位药子太凶了吗 刚才咱们这个目光都在小丁这球这 都等他绝杀呢 根本没看这篮下发生了什么事 看看这 裁判应该是底线裁判吧 可能看这个董汉林有一个 有一个拉人 对隐蔽的拉人的一动作 在这种激烈的征国当中 这种都是在所难免 现在确实盼得严 是 第三天还有5.6秒钟 这个球要赔上个犯规就不值得了 对方还在后半场 后半场直接是把对方送上滑球线了 天宇翔也刚上来 轻轻碰了一下 真的是轻轻碰了一下 小丁 还有2.5秒钟啊 还能甩一个 扣场发球 到中场直接投了 那这样呢三节比赛结束 谁能顶顶住 那么打出那么几个高潮 这个分叉就能拉开一点 第四节的初段呢 李南知道把周琪和电影行还是都丢在场上 李南知道大声喊 刚才的战术好球 电影行突破的分球 今天什么都有 全面的反弹 受伤的倒地 腰位撞了一下看看 所以是被周琪给无意中挂到了吗 倒地以后摔着腰了 还好没有大案 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嗯 再分 掉了再一个结结实实的 直接是钉板上了啊 怎么了 两次运球 你看刚才这个帽啊 这也是钉板上了 克罗利亚队员屡试不爽 老是想挑战周琪 是 周琪也是毫不客气 周琪应该是四个盖帽啊 四个盖帽 今天得分不多 但防守 篮板球 做的都非常出色 关键是镜头要给这边 咱看看这边刚才电影行蹲在地上啊 这个可千万没有一拳一拐 这是最担心的事 现在千万别有受伤的 电影行这个习惯节啊 毕竟是之前有伤 是啊 刚刚康复 刚才也没有慢放啊 没注意事 刚才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个好的消息 千万别再有伤了 马上就要出发了 而且我记得就是现在的这个 这个游泳会的名单已经定了 说如果你再有受伤的球员啊 就已经不能换了 应该是 对 我其实前两天听李克之道说的 这个比赛呢 你又不能不打 是 这个 这么长时间的没有这种高强度比赛 你突然一去了 你适应不了 没错 一上来呢 你不管菲律宾来了什么人 但一上来呢 就是也算在亚洲级别碰上强队 嗯 哎呦 看一看这个队一是紧急的 要给电影行去处理一下 看这个位置啊 好像是右侧的 低关节 对啊 这之前是左侧还是右侧 之前我怎么记得是 左侧 左侧 不是老伤还能好一点 周期拉出来三分九 好 漂亮 不是不准 是今天 没想 收着呢 对 主要防守 主要盖帽 我上一场 已经这个活干的够多了 没错 这场球给你们多干 干点别的 再来一个 撒进来 这球虽然没有盖帽 但是也是严重影响了对方的这上篮的走 现在周期在里面 对方 确实上篮很困的 嗯 上面搭了一天棚啊 赶紧是缠着冰带 这边刚才是想靠一下没靠空靠呲了 靠呲了 靠呲了这个膝关节的发力的位置不对 赶紧去处理一下 希望别有事 是 赛后的消息吧 估计后面肯定是不会再上电银行上 肯定肯定不会上 今天算是打的比较长了 因为一个人他打的比较好 是 连制导也是多给他一些时间去 打了也有个二十多分钟了 有了 传脚上了 撑包包子 找你做我一 吴炉的 克罗地亚会走 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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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滑 一二次 天 admits我的 是 不要 我 最後 我 健康的三分角也没有 反正 这场比赛克罗地亚的下面掌 外线是湿准 远側这时候没有穿 底脚没给他 底脚其实刚才出机会了 阿布都三分赛电 这边你算机会呢 可能还没有刚才底脚的好 刚才分过去那边底脚的空位 阿布这边是个人能力 也拿了九分 现在逐渐地 中国队这边的进攻也开了 在这边回应一个 脚架还是很简的 只要中国队 漂亮 反击当中再跑了一个 阿布也是通过这个上篮 得分上双了 他这个效率还算挺高的 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犯规都没上 这上半场就是完全 开局打了一会就下去了 就下去了 三范吧 下半场空间犯规啊 个人还有发挥 就他这从勇士回来以后啊 这个信心真是一生不一样 这场也敢打了 他这11分都是下半场做的 对 看看这边一个开头的配合 拖再分 这就是刚才吴之导说的 这阿布都他特别会找这个 在最对的时间出现的最对的地方 对 打得特别巧啊 现在国内啊 就是内线啊 比较会利用这个阿布沙拉木 外线的夹药圈 夹药圈 夹药圈也会经常利用一些空缺啊 去制造机会 是 就是你看阿布都在无球的时候啊 他那个永远是在移动 不停地在跑 这种就是打球动脑子 没错 打球动脑子 在观察队友 观察自己的防人 是 来我们看看这场比赛的最佳扣篮 是哪个球 这个球呢是给到了 克罗蒂亚的9号卡拉龙 也是一个抢断之后 主要是不是也没别的扣篮呢 这也免扣啊 免扣啊 不像说上一场玩红队周期那边 那些是光光的 那冰了光的 那是往里凿啊 嗯 来跟着吴指导看看这次的战术的分析啊 连续内线的两次掩护 给到方硕 在同时再做一个有球的掩护 董漢林夏顺 但其实掩护完了以后呢 这机会是没有完全出来 后面还是靠赵锐的个人能力 一个后撤步的投篮 但是这个整个的一个配合还是比较完整 现在给赵锐的一次掩护以后 方硕利用掩护拉开 把这个上线的空间拉开 上线只留给赵锐和董漢林两个人 挡上以后呢 最后还是靠个人能力 来回到比赛现场啊 全场比赛还有不到6分钟的时间 16分的领先优势 分出来 这球是直接运到了24秒尾利了 没看表 好 确实在这个时候啊 佛罗地亚队这边就体现出来说 球队没有一个真正的核心 没有一超距啊 落后这么多呢 也不知道说谁能站出来 就反正打到哪儿是哪儿 没有说具体组织到哪个点去 这球吹了王哲林一转的时候啊 把对方给撞倒了 进攻犯规 小贵也没办法 到了那儿只能倒一下 小贵也没办法 小贵也没办法 强走 也没有 这个球还是 抢得挺巧妙的 又是这个 游库围棋 今天游库围棋啊 是科罗地亚队应该是打的最好的球员 存在感非常强 正说着啊 还是他 5秒 5秒 还是后撤了3分 翔头 这时候中国队可能看出来明显就是 不跟你好好打的 空间节奏 对 底分比现在比较多 正说着啊 漂亮 乱军之中抢回来 再是 一场动通过机器性 不着急了 控制一下 荒硕 这个机会是已经出现空位了 这球是头都没问题 这边呢 再换上 新拿克 把游库围棋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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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现在这个12分 再4分 3分多钟的时间 也不算太保险 对 还是要正常去打 这是机会了 刘志轩 没有 克罗蒂亚呢 可能想强警速度啊 他就来左手 这是一好机会啊 像是上一过桥 好 再换上 阿布图沙拉木 嗯 新拿克 费船啊 这球想法很好啊 对啊 没看防人的位置 对 其实自己的队友呢 也没想到 是 黄正林啊 火 这球还是 吹了阻挡的犯规 对啊 比赛最后了 是千万注意别受伤 对 那里头想法 可以 请订阅 所以 这次 还冷闭 啊 这些 超级结束 你 克拉迪亚队的换上了卡拉隆 这个机会啊 在同一个点尝试两至三分都没进 再分 抛一个 这球造成了中国队的犯规 王哲林往下走 是不是犯规到次数了 五犯了 王哲林是五次了 五犯被罚下 看是谁上八森八篮板 表现也不错 王哲林在第三节有段时间打得非常好 再换回董汉林 那是不是周琦后面也不会再上了 嗯 丁人宇航是17分 进了三个三分球 阿布图沙拉木13分 而且这13分都是在下面上 哎呀 拔进之后呢 分叉呢 被缩小到10分 中国队叫个暂停 我们这个暂停呢 一起来看看今天中国队的最佳球员 是 今天最佳球员还是给了小丁啊 嗯 毫无疑问 打得非常出色 是 这球是特别漂亮 突进去以后再从第一要兜出来 印象深刻 今天有 您说 今天有两个三分球 丁人宇航都是 投的相当的 帅气啊 一个是这三分 还有一个三分球也是 顶着防守 好 强行出手 状态是调的没问题了 关键是担心它这个 膝盖 膝盖 一会儿塞后 看看有一些消息会出来 是 就千万别有事 马上就出发了 嗯 今天嗯 发不住13分 七头六中啊 效率非常高啊 比赛到最后了 红队也马上出发了 多说两句押运会 红队也承担了押运会把之前失去的荣誉夺回来这么一个重任 没错 之前仁川成绩不理想 其实在后来的长沙亚锦赛的时候是重回了押运会 咱们现在再期待看看押运会能不能再把失去的荣誉夺回来 没错 您不是刚才也说了吗 中国对押运会冠军的最大的对手 可能还是韩国队 还是很有希望 红蓝队分开以后是锻炼了一批的 红队也好 蓝队也好 这一批人有很多的为国家队在夏季训练比赛的机会 我觉得他们信心能力也都是不同程度的在提高 没错 以前的赛事可能没有这么多人有机会能打到国家队的 而且你现在这次再一看红队和蓝队同时出现在森内科威继维 周期和电宇航再一回来 你就会感觉两个队打球的人真赌 能打球能去打的 原来是没有那么多信心 比如说谁或者谁行或者不行 你现在一看能去上的是真多 没错 蓝队那边阿联和怪伦是还没回来呢 没回来呢 一分半钟时间十分球 这场比赛的胜利应该是基本收了 基本收的问题不大 漂亮 换手 能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很好 赵瑞今天打的也很出色 非常好 这时候可以不当的控制控制节奏了 对方是提前上奖的犯规 上奖啊 而且给了一个维抵犯规吧 这直接给下了个半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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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丁与航在场边啊 看这个表情啊 表情应该问题不大 应该问题不大啊 看球员的表情 再一个看教练组的这个状态 是是 没有全都围过去这个东问西问的 对对对 这也就应该问题不大 应该问题不大 嗯 哎 哎 情况犯规 情况犯规啊 把对方撞到对方脸了是吗 也是 回手捎带的一个动作 也不是故意的 哎 这是右手啊 这拖过之后 这往后一挥 好 好在也没什么大事 差不多还是非常友好的过来 应该试一下啊 对 阿卜刷牧也是四次 阿卜属于那种性格很好的球员 是 咱们也没有 基本上也就 咱们还攻不攻一次 那时间还 复语一点呢 就再攻一次 还得攻一次 还不攻一次还得多加一失误啊 咱们脚想过来 哎 就没拿下来 这样呢 对方也不攻了 这样呢 全场比赛结束 中国红队呢 是以81比60